在貴州赤水河上 当地高手正展现一种神奇的技艺 他们撑的并不是艇 而是竹 即是靠脚底下一根竹 就可以站在水面上 除了摄水而过 更可以做出各类高难度动作 它不是轻攻水上飘 而是赤水独足飘 已经有上千年历史 如今逐渐发展成为民间体育活动 除了是贵州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更加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项目 独足飘的动作中包括 静蛙、渡蛙、转身、妖弯、滑行、换肝等技巧 技巧验平衡力 亦需要有高超的技巧和过人的勇气 这种技艺是怎样来的呢 历史上居住在赤水河两岸的鲜民 经常使用一根蓝竹作为便捷的交通工具 这种竹只有在竹林深处水土蜂茂的山坡上才闻得到 用上三至四年的老蓝竹 直径要达14至16厘米 长度要达到8米 否则人站不到上去 沾了水的竹表面又湿又滑 站到在上面已经不容易 更何况要向前行和表演各种动作 练习时跌到水面落汤鸡 可谓加上变法 其中一个较难的动作就是离岸跳足 从岸上跳到水中的岸竹上 要正准把握时机 少点坚持都练不成 古老的技艺融入新的意念 能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感觉 有95后贵州女孩 从小练习独足飘和舞蹈 想到结合这两种元素 创造一种新的表演形式 慢慢更加入汉服 音乐 戏曲元素等 一身古装 舞姿翩翩 有如水中仙子 既要在独足竿上稳如泰山 又要在起舞时做到轻型 灵巧 难道可想而知 他的表演令不少网民清奇 连外国人都惊叹不已 借住新的表演方式 可以传承和推广独足飘 令年轻一代和世界各地的人 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